蘋果iPhone 6s 已上市全球搶購 有網友一拿到手機立刻拆解 分離屏幕後 可以清楚的看見內部構造 拆開後發現裡頭原件 有不少來自大陸 從連接線 變遲到揚聲器 原本都是台廠製造 現在全被入場取代 好在高階光學鏡頭 大陸仍趕不上 未來隨著更多大陸廠商 通過蘋果的認證 因為他們的規模大 他們的成本低 未來會對台廠造成進一步 更多的壓力 不過面對紅色浪潮 還是不能大意 根據台經院最新針對 紅色供應鏈做的報告顯示 大陸海外併購金額 一年比一年多 去年甚至高達200多億美元 擴大併購版圖 提高市站 全球挫雷彈 台廠也繃緊神經 填充發光材料等揮發後 黏在OLED玻璃機板 完成測試才能出貨 這個機器所做出來的 就是這個玻璃機板 一般都是運用在電視 或者是手機上面 一接觸電池 玻璃機板就會發光 確認塗料品質 面板上游發光材產業 為了提高競爭力 還打造實驗室 努力研發LED材料 面對紅色供應鏈來勢洶洶 台廠要把MIT 變成DIT Design in Taiwan 設計研發在台灣 才能維持產業優勢 甚至不排除加入紅色浪潮 如果在那邊沒辦法創造利潤 那就只好跟他們一起 Joyman 球這樣的一個方式 全球第二大記憶體晶片製造商 韓國SK海力士 早在幾年前就進大陸設廠 三星也不放過這個機會 而台積電近期更傳出要到大陸 申請12吋晶圓廠 台積院分析兩岸半導體產值 今年台灣有2.2兆贏過大陸 但五年後大陸恐怕會迎頭趕上 所以才讓台廠半導體 聯發可比利期 日月光急著想吃下細品 紅色供應鏈崛起 台廠用併購垂直整合平轉型 甚至不排除跟大陸合作 力求突圍勃翻身 記者 宏旭 邱思琳 桃園台北報導